哈喽,大家好,吉祥如意 每一次都有很多的人,朋友都问我的同样的一个问题就是 到底要怎么样提升自己的运气 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扭转乾坤 所以这个视频我想教大家如何的去提升你们的运气 那所以这个视频要非常仔细的去听 有可能这个视频你听完后可以为你省下很多很多的这个钱 那可以的话帮忙分享出去 让更多的人可以听到这个视频他们都可以得到利益 那么这个运势,人的运气要和大家教大家的是 人的运气有分很多层 我就先说头三层 The first three layers 我们的运有很多layer嘛 那么今天先教大家 The first three layers 这个第三层是最重要的 第一层就是我们的这个八字配合 天地 这个第二层就是我们的风水 那么第三层就是我们人的精神 那么今天要教大家的就是这个第三层 先说一下这个第一层 大概的去解释 第一层是我们的八字配合这个宇宙的天地 也所谓的天干地支 当我们人走对的运 比如大运呢 非常利我们 这样我们的这个十年二十年 几乎做什么事情都容易比较顺心 或者是在不同的这个流年的时候 我们都可以得到一些利益 但如果说我们的这个大运 跟这个流年都不利我们的时候 就如等于我们的第一层运呢 破了 所以具体的这个第一层的运势呢 在这边我就不多说 你们可以去看我其他的一些视频 都有分享这个八字 或者想要看流年 随时都可以和我联系 那么第二层运呢 我们叫做风水 很多人总是觉得一讲到风水 第一个概念就是 它是一个环境 然后风水又是一个环境里面 有一个财位 有一个地方是很凶的 那这个很凶的地方呢 我们就要去对峙它 然后这个财位呢 我们要去催望它 这样我就会有很多钱 如果你觉得这就是风水 那可能你就有 你对风水的认识就不够深 其实风水是一个体现出来的一种行 风水也包含了气 也包含了行 行是什么 行就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 我们眼睛看到 我们的手感能触碰的 我们的鼻子能闻到的 我们嘴巴能填到的 这都是风水 那么 给个例子 如果有 比如外面有一些人 他就说 黄师傅 他在外面说 黄师傅 他的生意好像不行了 不好了 那么可能就有些顾客就非常担心 他们就来到我们的店来看一下 这样子 我是说 比如哦 那他们来到了我们的店 然后 如果 如果说 我们的店 东西没有了 然后 我也不在 然后 或者就是说 感觉到 人轻轻的 然后我的能量不是很好的 就是 在那边 垂头上气 这样子的一种体现出来的 可能顾客会觉得说 外面说的一些谣言是 好像是真的 但如果说 他们外面听到的一些谣言 然后他来到我们的店 哎呀 没有啊 非常 非常多客户 然后我们的 这个工人全部都很忙 然后我也很忙 哎 他们所听到的这个谣言 他们就会觉得说是 好像不准确 其实 这就是风水 风水给人的一种感觉是 你看到的 有些时候我们 看到一些人 他的 体现出来的打扮 他开跑车啦 他开这个 他开这个 Ferrari 他穿的都是名牌货 带劳力士 全身有穿金带银的这种感觉 我们一般就会觉得说 哎呀他做的应该是很不错 但其实有些时候 很多人这样子外貌体现出来的 他的内可能是 没有的 但我们这样体现的目的就是 要让机会靠近我们 不要让人家觉得哎呀我不行了 其实这就是我们说我们经常不断的 present ourselves as positive 保持乐观 保持正能量 这就是风水 那也当然在这个视频不是要和大家分享这个风水的东西 我们要进入第三层雷尔 因为这个第二层讲的风水不是 有一些人可能没有办法做到 那你第一层跟第二层就破了 你只剩这最后一层 我们的第三层 我们进入这个第三层雷尔的时候 他就是我们的关键 我们的这个第三层雷尔 跟我们的这个大脑是有关系的 我们的这个大脑是有一种能力 他的这个能力是可以让我们不断的去分析 让我们不断的去做一些衡量 说这个东西是对的 这个东西是不对的 当我们过度去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大脑这个过度分析的时候 我们的人呢 就会开始感觉到疲累 身心身体疲累 心理疲累 那当你的身跟心都开始感觉到疲累的时候 你的这个第三层运势 就是我们的能量 我们的精神 我们的元神 就进入了危险状况 所谓的危险状况 我们人的这个磁场 发出来的这个能量 颜色是红色的 他的这个能量就 在science的这种角度 就是他的这个wave 我们人会不断的体现出一些能量 当我们的精神都破碎的时候 我们的能量所体现出来的都是比较负面的 你继续的不断的想你是positive的都有可能你是在produce negative energy 有些人说自己骗自己啊 当他自己骗自己的时候可能他都还不知道啊 他其实已经在一个very negative的condition 他的能量音波发出来是very negative的 他都不知道没有办法察觉到原因就是因为他的身心都疲累了 那身心疲累到底要怎么去补充是不是睡觉睡多了就可以也不是都不是 我们的这个大脑他会不断的去分析那他到底在分析些什么 我们人是活在过去还有活在未来 我们真的是很少活在当下 所谓的活在过去就是曾经所经历所发生的一些事情 这个活在未来就是我们现在 不管你现在在做什么 你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为了你的未来 那你的未来做的一些事情其实就是害怕 害怕失去某些事情 我做一个比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 可能我跟某个人吵架 我跟他吵架后了 我有一个非常不愉快的这种心情 那么以后呢 当我又与人交谈的时候 又差不多接近发生这种状况的时候 我的这个大脑就会分析说 这个事情可能会发生 所以我必须要这样子做 必须要这样子做 其实有没有注意到 当我们在 当我们在 有一些situation发生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大脑的分析是 based on我们经历了什么 we use what we have experience 所以人的这个 有些人会说 做这样是对的 做这样是错的 我们到底要这样做是对的 这样做还是错的 我们都是用我们的经验 去做判断 每个人的经 最好笑的就是 每个人的经验 其实都不一样 而且每个人所经历的事情 当他不一样的时候 你所判断的事情 是不会超出 你的这个人生经验的范围里 所以有些时候 我觉得我的看法是对的 你觉得你的看法是对的 所以有些时候 我们的看法不一致的原因是因为 我们所经历的事情 都不一样 当我们的这个人生经验 不一样的时候 我们要做的事情 就没有办法离开那个范围 我们是绝对离不开这个范围 到底要怎么样 才能在我们的第三层运势 得到突破 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首先第一个就是 你要活在当下 不要想太多 不要顾虑太多 有的时候 因为你过度分析 导致你的身心都疲累了 什么是身心疲累 你一直在做判断 你一直在觉得 这样的方式是对的 你就往这个方式做 那你还在用你的 这个1%的大脑 去做事情 当你的第一层运 跟第二层运 都破碎的时候 其实你还在用 你的这个大脑的 1%去做事的话 你就没有办法 改变你的运势 Because you will be Following 你以前所做的事情 当你以前的这个方式 都没有办法 让你成功 你觉得你再继续判断下去 有可能改变运气吗 是不可能的 所以其实我们是要学着 活在当下 也同时怎么样的 去让我们打开 我们的第三层运气 因为其实我们的第三层的 这个运气的layer 阻塞了 当我们身心疲累的时候 它是阻塞的 很多时候我们都靠第一第二层 来帮助我们 但当第一跟第二都破的时候 我们第三层 很容易就阻塞 那么要到底要怎样打开 提升我们的运 其实它的方式是非常简单的 它就是要我们活在当下 接受任何的一件事情 但不要去批评 做判断 也不要去决定 这样是对的 这样是不对的 这样是好的 这样是不好的 活在当下 就是要迎接每一件事 然后 给自己多一点的时间 坐下来 方法就是 呼吸 当我们坐下来 集中在呼吸的时候 我们在呼吸的时候 我们的这个大脑 还是我们关上眼睛 呼吸 大脑就会开始在运作 那这个大脑运作的时候 会跟你分析很多事情 就会和你说 等一下会发生什么 哇 我们应该要怎么样的去做 等一下会这样子 那样子 我害怕的事情 我必须要这样子去处理 不要去 阻止它 想 给它想 给它想完了后 你就要想 你就要去观想一下 我们你的这个头脑 里面住着一个人 这个人呢 他是每一次都 一直在跟你说话 教你怎么做事 是时候跟他讲 讲完话后 然后集中你的呼吸 继续不断的呼吸 当你在呼吸的时候 你会让这个人 你大脑里面的这个人 你会把他关起来 你会和他说完话后 他把他的话说完了 你继续集中在呼吸的时候 他就会安静了 那里面的这个人 那里面的这个人 安静了 后 你的这个第三层运 就开始通了 当你第三层运 开始通的时候 也就是 你的运气开始提升 你的运气开始提升的时候 你的这个另外一个大脑 会教你怎么样去做事 那这个做事 它是比较没有逻辑性的 它就比较没有logic的 它跟你的思想会是对立的 当然在做的时候 你头脑里面的这个人呢 他又会再一次出现 跟你说这样做不可以啊 这样做那样不可以啊 这是非常正常的 因为他是活 要记住 你头脑里面的这个人 他是活在 你曾经 experience 经历过的经验 去怎么样处理事情 怎么样去做事情 怎么样去化解事情 你想要提升你第三层运势 要通这个运势 你就必须要打开 你的这个思维 迎接其他的可能性 这样子你才可以改善你的运气 改变你的运气 很多人会去买手链 水晶手链来带 其他的一些 比如有很非常强的这些能量 带在身上 可是其实他们带在身上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让 这个吉祥物 他所带的 当助到他自己的这个身心 因为他还是 头脑里面的这个人 还是不断的在教他怎么做事 所以你头脑里面的这个人 你在跟着他的方式去做事情 你带多少的吉祥物 都没有办法跟他融合一起 你必须要打开 你头脑另外一个思维 就这么说 我们的大脑 100% 你的那个里面的人只占1% 你的99%是睡觉的 你必须要打开他 你打开你头脑的99%的时候 就是把你第三层运打开了 所以他的方法 其实就是这么简单 就是要你坐下来 找一个非常舒服的一个环境里 呼吸 当然有一些人 可以采取用运动的一种方式 因为当你在运动的时候 你的这个1%的这个人 他也会累 他累了 他不会想了 你身心都累了 你就其实会打开 其他的这个99% 好 所以我们也说 去运动 运气才会动的原因 就是要你的第三层运打开 希望说这个视频 如果你有一些感触 你想要多加的了解 你可以微信 你可以用Facebook的一种方式 来和我连交谈 因为其实 如果要再深一点的去说 怎么去处理这个第三层运势 怎么真正要去打开它 它还有更深一点的一些细节 只是这边比较简单的 要大家做的 就是每一天留一点时间 给自己坐下来 坐下来的时候 集中在呼吸 一天可以坐两分钟 可以坐三分钟 也可以坐一分钟 都可以 只要你肯坐 你的第三层运呢 就会打开 如果你的第一层跟第二层的运 都非常利你 那你又同时打开这个第三层的时候 你可以感受到你能做的事情 范围里面会更加的扩大 就好像有的时候 我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我非常生气 我当下就要用我的方式去处理它 但有的时候我们会说 不如坐一边 冷静下来 冷静下来后呢 我忽然间有一个方式去 其实更好的方式去解决它 然后它不再是一个问题了 因为我当下是一个愤怒 要去做这件事 可是当我冷静下来 这个愤怒就不见了 那这个愤怒不见的时候呢 我就不会跟着我的思想去做这件事 我就可以避开很多 不必要的负能量的这种事情 所以这个视频 是要大家 去打开我们的第三层运势 如果你还有更多的 想要跟我联络 直接微信 Facebook message也可以 WhatsApp的方式也可以 直接WhatsApp给助理都可以 希望可以再跟你交谈 更深一点的 那么也同时 如果觉得这个视频 可以让更多的人得到利益 大家也可以听一听的话 你们也帮忙分享出去 好 谢谢大家 吉祥如意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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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